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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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今天講電腦前向 那我們原來講的過去講都是叫 所謂的Optical Hologlass Optical 光的全向 意思就是說 我們記錄的時候 就是把物體光跟參考光 幹涉記下來 記得幹涉條文 然後重建的時候 然後重建的時候 叫computer hologram 就是說這個Hologram 本來是要用光的干涉 去記錄 建立起來 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知道光波的傳播 的形式 波的傳播 電磁波的形式 這我們可以計算 所以就是說 我們把這一部分 這樣的話 我們可能不需要用光 真正的光波 從這裡跑到這裡來 我們可能可以用計算 我們可能可以用計算的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光波電磁波的傳播啦 那我們不是可以計算就行 就不用真正的拿東西 再這樣做一個 光的紀錄 幹涉 所以就說 我們把這一部分 這個 這個 這個Optic 這個傳播 從物體波 被記下來這個動作 我們就用計算就好 這個 這個呢 就是 電腦 那這就是我們的所謂 computer hologram 有這個 hologram 不再用光去干涉 計算就可以了 好 那這是 今天要講的 那麼現在呢 像這個東西啊 因為 像這個都要記在底片上面 底片上面 好 感光的底片上面 所以第一個 我們用 用這個 電腦去算的話 算出來的結果是 記錄在電腦裡面 就不是在底片上面 在電腦裡面 好 那既然在電腦裡面呢 是一個檔案啊 我們就可以拿出來 拿出來 本來呢 如果是一個底片 我們用光去照它 那現在 假如是電腦一個檔案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很多方法啊 就 也許可以用顯示器顯示出來 然後用光去照它 這是一種 那也可以 所以不用顯示器顯示出來 因為已經得到全項了 我們直接用電腦去處理它 直接用電腦去算它 做一些功能性的操作 那這就是數位全項 就是現在在發展的 很熱門的數位全項 Digital Horeography 所以假如這個data file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我們叫computer hologram 就是我們的czh 那如果說這個檔案已經在電腦裡面呢 我們這個data file 這個data file 這個data file 我們既然也是在電腦裡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拿來 一個做Display Display就可以用顯示器 把它顯示出來 然後重現出來 可以Display 可以 可以做Display 做Processing 做處理 處理呢 比如說你可以把它放大 或者可以做一些特徵的 這個取出啊 影像啊 成像啊 或者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它 這種處理 影像的處理 Image Processing 那這個是現在很熱門的 叫Digital Horeography 這個 這個部分 好 這個叫Digital Horeography 叫數位前向 現在很多人在研究這個 因為這個數位前向 它就有一個好處啊 就是可以利用電腦 來做你所要的功能 所以影像要怎麼處理呢 都可以在電腦裡面去處理 非常方便 第一個 你知道 你電腦裡面有很強大的 這個影像處理功能嗎 所以你把這個影像做各種處理呢 都很容易可以做 那麼第二個呢 如果你做成全相片的話 那你是一張底片啊 你要打破了 你就要重新再洗一張啊 對不對 現在在電腦裡面的檔案啊 所以如果我要送給你的話呢 我從網路送給你就好了 全相片也不用寄也不用拿了 直接從網路就送給你了 好 所以 它的傳輸非常方便 它的儲存也很方便 那麼 那麼尤其 你如果說 在醫學裡面的話 它做成很多3D的影像的分析 它直接就 從那個什麼診斷式 送到醫生那邊 醫生直接就可以看出3D的這種效果 所以就是說 它非常方便 可以real time 然後馬上可以傳送 所以這數位前項 數位前項 現在就是一個很明顯 很明顯 非常熱烈的一個題目 那麼數位前項它取向呢 不一定是從computer hologram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這個人是干涉條文啊 因為我們 我們干涉條文是可以記錄起來的 所以現在就是說 如果你這邊用CCD 數位相機取過來的話 那也是一個data file 用CCD 所以 數位前項呢 它是原則上 它是用光學的取向 但是它用電腦去處理 那麼跟我們這個computer hologram 剛剛有一點點 剛好是一個前段 一個後段 你知道嗎 我們的光學的前項是 不管紀錄跟觀賞 都是用光學 那電腦全項就是說 前面這段紀錄呢 就不用光學干涉了 用電腦去算就好 算出來的東西呢 這個hologram 可以拿來重現啊 或者什麼 顯示啊 數位全項的話呢 它前面這段 還是用光學干涉去取向 後面呢 用CCD紀錄起來以後 然後再用電腦去處理 所以一個是處理 前半段用電腦 computer hologram 一個後半段用電腦去處理 這個digital hologram 因為它的功能不一樣 它用途不一樣 那電腦全項呢 它前面是用電腦產生的 那麼它是用計算的 所以表示說 你只要知道這個物體是什麼東西 你就可以算 你不用去那個 比如說我說 一個圓球 球的直徑是五公分 那這個球的Hologram 我不需要去拿一個球 來做Hologram 我不需要真的把一個球 五公分的球在這裡 因為五公分的球 它的函數 我可以用數學寫出來 然後這個球面波 傳到全相片 這根本可以 這很容易算出來 所以一個圓球的Hologram 我可以用算的 我不用做 就可以算出來 所以它是怎麼樣呢 這種 computer hologram的話 它的物體 object 它不一定要真正的物體 你只要能夠寫出函數就可以 它是一個 它是這個 它是這個 real 真正的物體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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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al 或者是mathematics 數學就可以了 這個物體 數學 寫出來就可以了 那這個有一個好處啊 就是說我要做一個圓球的直徑五公分的Hologram 我不要先造一個物體 我直接用電腦 函數就可以寫這個Hologram 那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是數學嗎 那我現在如果真正做一個圓球 這個球可能不太圓喔 那這個球產生的Hologram 跟我們用數學產生的Hologram 就不一樣對不對 因為你的球不夠圓啊 所以你的Hologram 干涉條文 就會跟我們的 真正的理想的干涉條文不一樣 我們一比較呢 就知道 你做的球呢 好不好 夠不夠圓 一比較就知道 那個誤差 就是你的球做不好啊 因為我的 我的computer hologram 是電腦算出來的啊 是數學啊 數學的球是完美的啊 那你的球不完美 所以你真正做出來的Hologram 跟我們電腦產生的Hologram 就不一樣 這樣我就知道說 你做的球好不好 所以你知道嗎 這種computer hologram 用在做精密檢測 非常有用 因為它可以產生標準的東西啊 數學產生的一定是完美的嘛 對不對 數學產生的是完美的 Hologram 然後你真正的東西 可能有變形啊 有什麼樣 那你產生的Hologram 就會不一樣啊 所以我比較這兩個不一樣的差 我就知道說 喔 你做了這個東西 有變形啊 有什麼地方有缺陷啊 我就可以知道 所以這種computer hologram 做為精密檢測 非常有用 非常有用 那數位前向的功能就不一樣 數位前向它是 你用CCD 把全向把它取出來 然後去做影像處理 這是針對實際的物體 比如說我們去看一個顯微鏡啊 看顯微鏡底下面的一個物體啊 或者從我們內視鏡啊 裡面去看一個物體 看一個物體以後 我們用CCD取向 這個向到電腦裡面來 然後用電腦去做影像處理 做影像處理 那得到比如說3D啊 或者是怎麼樣的一個 截面的剖面的構造啊 這些分析影像的結構 所以對真實的物體 分析影像的結構 所以他們兩個功能不一樣 那我們今天就講 這個computer hologram 所以呢 這個hologram的話 所以你可以看到 要做這個computer hologram 就是第一個 就是要計算 計算 然後呢 算出來以後呢 要變成我們的全向片 不是用紀錄的 而是用計算的 產生全向片 OK 所以 所以我們的這個步驟呢 電腦全向呢 從這裡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第一步呢 就是computation 就是你要用計算的 就不用真正的拿一個物體計算 第二個呢 這個算出來以後 這個算出來以後就要 要把它做成全向片嘛 嗯 所以就是要一個encoding 就是object way 不要變成 有沒有 把這個 這個算出來的po 算出來以後 你要變成全向片 要變成全向片的形式 所以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 把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呢 變成全向片 變成一張全向片 那這全向片可能是用印出來的啊 或者用plotor去畫出來的啊 printer把它印出來的 那要印的時候 就是要用 把你計算的物體po 去控制這個 printer 或者plotor 去把它印出來 印成全向片 所以全向片的 工作 做法 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好 所以我們現在第二個 就是computation 所以就要計算啊 那我們全向有很多種 就看我們要做什麼全向 然後我們用一個 Furial hologram做例子 其他的hologram的做法 步驟是一樣的 細節公式會不一樣 不過步驟是一樣的 所以要計算物體po對不對 物體po 所以物體從這裡 然後 經過Furial transform 然後到 這個 這是要記錄的 所以物體 物體 我們寫成 U X 所以Furial hologram就是 物體放在這裡 然後底片放在這裡 那這裡有一個Furial transform的透鏡 當然有一個參考光 參考光 物體光參考光 原來是這樣的 好 現在我們就計算了 本來是用物體po來干涉 現在我們不用物體po 我們就用電腦去算好了 所以看物體po從這裡跑到這裡 那就是Furial transform 所以我們用計算的 計算說 U H 用計算的 所以是 這是 這是 計算這個物體po的方法 就是 物體 從物平面 跑到全相片這個平面 到這邊要記錄起來 這是物體po 所以這個是物體po 物體po 好 所以我們要計算 那這個是放在電腦裡面去計算啊 所以電腦的話一定是 一點一點 一點一點去算對不對 像這個是連續的座標 可是在電腦裡面 你就是要取啊 你要取 看間隔多少 一點 計算 所以在computer的話 你數位計算的話 它是 它是一點一點一點的對不對 你電腦計算是一點一點 帶數據下去 帶座標下去算的 那你一定是帶數字對不對 一個函數一定是帶說 座標多少 把這個座標 一點一點帶進去計算出 每一點座標的值嘛 所以它不是連續的 所以它一定是 看你每隔幾點有一個 算一個數據 所以它是 它是一點一點的 是discreet discreet的意思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算出來的東西呢 你是一個矩陣 算出來是一個矩陣 所以事實上 算出來是這樣 所以是u h h 事實上是等於 p delta x q delta y 就是 事實上 這些函數都是p q m n 一點一點的 然後就是間隔嘛 就是 多少間隔一點這樣 所以我們一定是必須要知道說 那你這個圖形 一個圖形你到底要算幾點 那像我們CCD的話 我們知道說 我們數位相機 你的那個數位相機的 那個畫素越細的話 計算的圖形也好 所以數位相機的 delta x delta y 那個畫素越細 照數位相就越精細 那我們在這個圖形計算的時候 我們要取到 怎樣的精細才可以呢 我們可以想像 如果一個線條比較粗的圖形 你取zoom一點就可以了 如果是比較精細構造的物體 你的線條就要 你就要取很密 你才能夠算出 才會算得準 所以就是說 這個delta x delta y delta x delta x delta eta 這要等於多少 這到底要多少 你要取得密還是多密呢 當然是取越密越好啊 對不對 越密的話那圖形才會 才會越增啊 才不會說 才不會說 沒有取 取到物體的特性 才都會取到啊 當然你取太密的話呢 如果點數取很多 那計算時間很長啊 因為你是用電腦算 雖然電腦速度很快 你算一點跟算一百萬點 當然速度是時間不一樣了 好 所以到底要取多少點 一個圖形呢 你要計算的時候 那就是sampling 就是chanon的sampling theory 那chanon sampling theory 就告訴我們說 這個 只要有一個函數是x gx 我們可以用sampling來代替這個函數 就是說我們可以用起樣 起樣來代替這個連續函數 那起樣呢 你可以看 像這個平緩的地方 可以起鬆一點 可是這變化快的地方 我們就要起密一點 所以起樣的這個呢 就跟函數的空間頻率有關 那sampling theory 就告訴我們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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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ta x 這個起樣 這樣 這樣起樣出來 可能 如果我們用這幾點函數 這支 來起樣的話 大致上可以代表這個函數的變化 不過還是有誤差 但到底要取到怎麼樣呢 這個 delta x 要取到多密才好呢 它就是跟空間變化 如果變化越快 你就會覺得越密 所以跟它的空間頻率有關係 那起樣的定理就告訴我們說 你這個起樣要小一等於 最高頻率的兩倍 這個bx呢 就是band width 就是這個函數的最高頻率 的兩倍 兩倍 你就是 你最高能夠 你起樣必須要起這麼密 你才可以 才不會失真 起數位函數才失真 那這個叫 Ninequist 就是告訴我們說 Ninequist這個方法就告訴你 你起樣的間隔呢 要小於最高頻率的兩倍的導數 你這樣取樣出來就會正確 取出來函數呢 這取樣出來函數就會跟原來圖形呢 嗯 就可以正確的取出來 假如你這樣取的話呢 那這個函數呢 它就可以表示成這種形式 就是說 一個聯繫函數呢 就可以用一個起樣函數來代表它 這個聯繫函數可以表成這種形式 你看 它就可以表成說很多 就每一個位置呢 M等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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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這就是說用 用M不同的頻率 在不同的位置 組合起來 所以這個就是取樣定理 就告訴我們說 那我們現在要算這個函數的話 要取樣 那取樣的 就看你的 你這個物體的條文密不密啊 如果物體的條文很密 頻率很高 你就要很細 如果物體很粗 條文很少 你就可以取寬一點 取樣可以寬一點 點數就少一點 好 所以 這是取樣定理告訴我們 所以我們在這裡呢 我們就一樣的方法 假設 假設我們的物體 構造是 很簡單 取樣就寬一點 Object 這一個 Band width 因為我們物體的座標是 xc跟ε 所以 xc方向的空間頻率 跟ε空間頻率 各不同 B x b x xc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其樣的 xc 就是等於 xc 他就看我们的物体有什么物体 那么当然这个物体就是 最后我们想要显示出来的物体 所以意思就是你可以反推回去 假如你要显示的物体 最后要显示的影像 看你最后显示影像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显示影像小小的 比如说是一个娃娃 然后这个娃娃呢 这个条纹多细啊 那你可以反推回去 那这个频率跟 负利尔的频率有关系 物体频率跟负利尔频率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它写出来 所以sampling rate 取出来以后呢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Hologram 因为这个频率有这么高啊 物体频率这么高 那所以你这边做一个全项片的话 这全项片有多大呢 我们就可以取出来 这个距离这个大小 我们叫做Ly 因为这平面是xy嘛 然后这个平面呢 然后这个平面呢 是Lx 那这个大小就跟频率有关了 越高频的东西就绕色到越宽的 越远的位置嘛 那现在最高频率是Bcx 所以x方向 所以你就知道x方向的这个x 因为是1分之1 就等于Lambdaf乘以Bc 然后Y就是等于Lambdaf乘以Bc 所以我们就可以取出来 就说那你这样的话 全项片的大小就可以取出来 所以我们就说 你必须决定先知道你的物体是什么 原来原始的物体一定要先知道是什么 然后你就可以取出全项片的大小 全项片的大小 那么全项片的大小呢 从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全项片的大小 我们可以写出来就是Lx Lx 等于两倍的Lambdaf bc Ly 等于两倍的Lambdaf bc 所以全项片大家可以求出来 所以你看全项片的大小跟物体的空间频率有关 这个大小跟空间频率有关 那倒反过来讲啊 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这有一个物体 物体有一个大小 那也会跟这上面的空间频率有关 所以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 物体的大小呢 跟这个物体 就是两倍的Lambdaf bx 物体大小跟全项片上面的空间频率有关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呢 我们可以求出说 Delta x就是等于两倍的bx 那我们可以求出来 两倍的bx是导过来的 就是Lx Lambdaf 所以刚才我们说要求那个 这些起样的频率 就从这些关系啊 这些关系 可以求出来 所以就只是从 你可以从物空间跟 Fullier平面之间的 频率跟空间坐标的 互相的关系 就可以求出这些 这个起样的频率 那从这里有一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了解 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计算 要计算多少点呢 你看哦 这边是从富无穷 求到正无穷嘛 可是我们在电脑里面 我们都要算几点呢 你总要有一个 如果你要去算它的话 电脑里面要算几点呢 你不能从富无穷到正无穷 到底要算多少点 那么 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因为物体的大小 物体的大小就是 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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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全相片的大小呢 Lx Ly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来 这个 可以算出来 Number Number N of sampling point N 比如說物體上面就是Lxc 屬於deltaxc 對不對 因為物體大小是Lxc 那你取樣的間隔是這個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些關係 通通給它帶進來 發現它就會等於Lx 然後Nx就是等於Lx 除以deltax 因為deltax等於這個 所以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你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在計算電腦全項的時候 然後有兩個東西馬上就知道 一個就是說 看你原來的物體的構造 你就可以知道取樣的間隔可以出出來 一個看原來物體構造 第二個你要求多少點呢 求的點數就是跟大小有關 然後呢 物體上的sampling的點數 跟Hologram sampling點數是相等的 就是Nxc跟Nx 就是在這個平面上的計算的點數 跟這個平面上計算的點數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就不用從負無窮到正無窮了 這個就是計算 這個就是計算 就只要N點就是N點而已 OK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算出這個東西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算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對不對 這個現在本來連續函數 剛才把我們這些sampling的東西 意思弄起來 就是說 那它就不是連續 它就這個連續函數呢 就可以用sampling 就是 我現在這個地方啊 只寫一圍而已 所以這個裡面呢 它就可以用這樣代表它 只要Nxc這麼多點就行了 因為物體上的抽樣距離是 2bxc分之1 然後總共的點數就是 Nxc這麼多點 所以這個函數呢 就變成這樣一個東西 然後把這個帶入 帶入這個 Fourier 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的話呢 那就變成說sync的 Fourier sync的 Fourier是REC 所以 所以這個經過一些計算 我就 就 反正就帶進去就對了 所以會得到 uh 那現在這個x呢 也是sampling 所以這個x就是 dp的Δx這個位置 對 因為你現在 是一點一點的 去算它 所以 所以這樣最後就變成 就直接把它寫出來 你就把最後結果寫出來 中間那些推導就 反正這個意思就這樣 像裡面這個 這個中間啊 那只是一些負率寸送的計算 我就不推導 好 最後就變成 這樣的東西 這個過程大家都可以算 因為只是把這個式子 帶到Fullier Transform 這個式子裡面真的要計算的 就只有這個Sync Sync帶到這裡面來 Fullier Transform就是Rig 然後再經過一些 就是經過這些關係式的 這些帶進去就處理一下 所以就會得到這樣 細節的話 你可以看書或者看講義上都有細節 所以主要觀念就是第一個 你要Sampling 然後第二個就是 空間頻率跟座標之間的關係 空間頻率跟座標之間的關係 所以結果就告訴我們 我們用計算的 原來物體的構造在這裡 我們只要取樣就可以了 用Δx去取樣一點一點 取多少點呢 取Nx這麼多點 就可以算出 Hologram 那個地方的物體波 Hologram 就可以算出來 P Q 它也是一點一點的Δx 那有多少點呢 總共有 Nx這麼多點 Nx跟Nx點是一樣多的 所以這樣的 就告訴我們 這個就是我們的Hologram 那因為這個 跟原來的不一樣 原來是用積分的 現在是用Summation去算的 這個叫Discrete 這個形式跟積分是很像的 也是很像 是物體 然後這個Summation 這是物體波 物體函數 跟這個積分 形式一樣 Fullier Transform 不過這個是Summation 所以叫Discrete Fullier Transform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全項片 的函數 這個就是 Computer Generated Hologram的函數 function 一個函數 就是說如果你有一個物體 是這樣的話 在這裡 放在光學系統裡面 那在全項片這邊產生的函數 就是這個 這是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 你可以看到 這個東西是一個complex 它是一個 你看這個複虛數 所以它是一個complex 它是一個complex 所以我們可以 我們把它寫成 U H P Delta X Q Delta Y 剛剛這邊寫一圍而已 事實上它是兩圍的 我們就把它寫成 P Q 它是 它是amplitude跟phase 好 所以到這裡就告訴我們 電腦全項就是這樣算的 你不用自己寫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自己要寫層次的話 也很好玩 但是呢 因為有現成的 現成的 算這個 Fourier transform 其實要花很多時間 就是電腦裡面要花 電腦在算這個東西 會需要花時間的 不過呢 有一種方法 叫做Fast Fourier Transform 來算它很快 那個有現成的 所以你就可以 不用自己寫 所以這個 在電腦裡面 叫做FFT 用FFT去計算 Fast Fourier Fast Fourier Transform 有這樣一個軟體啊 就可以去計算 或者你用Mathlab 或者Mathematica去計算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回去做個練習的話 你可以弄一個 你可以算一下 比如說你隨便寫一個圖形啊 A好了 A就是這個 A這個字 那你去算一下 它的Fullio是什麼 那你可以設定啊 設定這個大小 你可以設定這個什麼 比如說這個 這個是 你可以設定比如說 一個pixel 比如說是20micron 可以設定 可以設定一下 可以設定一下 看你要設多少 你可以設 所以這些參數你可以設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 你想要顯示的這個 弧形啊 L 這是L L C L A 比如說你想要顯示一個A這個字 這個字 這個字 假設 1公分好了 顯示出來 假設是 假設是1公分 對不對 然後你假設說 這個resolution 假設你這個點數呢 假設你N C C呢 你設看你要幾點 你設500點 或者1000點 500點 你就可以知道 這一點有多少 沒有 這個data 你可以設說 你的波長啊 波長啊 有多少啊 所以你就反過去 你可以設置 你可以求出這些hologram的參數來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東西啊 這個帶到這裡面來 就可以求出 FFT 所以你就可以求出hologram 求出這個東西 所以 所以講起來呢 computer hologram要做其實很簡單 這樣就成功了 所以 只要你知道這個sampling的觀念以後 那就 就一直算 算到最後就得到這個 所以 可以去練習一下 找一個物體 然後用FFT去算一下這個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算出來 然後這就是你的 全項 那算出來一定是 你看不出東西來啦 因為複數 只是一些複數 就是看不出東西來的 那所以 我們怎麼知道說 你可以驗證一下 所以你算出來到底對不對 驗證一下 那就把它inverse -6 transform 所以 所以 你把它驗證一下 你把它算出看這個是什麼 然後呢 你再把它inverse 或者你繼續做一個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也可以 這個 就是說 就是 x x u好了 因為書上的符號是用u 所以這是我們的computer hologram 算出這個computer hologram 然後你這算出來到底對不對呢 你不知道 你看不出來 所以你再給它fury了一次 應該會得到 那這個東西呢 應該就是你這個影像 如果你再算一次 會得到 從這裡去算 算那個discreet Fourier transform 你從這邊再算一次 會跑出原來的圖形 那表示你算的就對了 那跑不出原來的圖形 你算的就有問題 沒有 所以你可以check一下 所以這個uf 這個我們要叫做m好了 delta delta u summation nx給1p 然後這是uHpΔxΔ 你從這裡你先算出這個東西來 再把這個再帶到這裡面來再算一次 應該等於原來的圖形 這個應該就是等於 重建出來的像應該就是等於原來的物體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些過程 其實都是數學式子在推導 其實我是把觀念稍微說明了一下 那下面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剛才講到 就是說這是電腦 這都是在電腦裡面計算 所以這個算出來也是一個在電腦裡面 即使我們去重建 也是用電腦去重建去模擬而已 我們真正的全像片就沒有了 我們真正需要全像片的話怎麼辦呢 這裡面都沒有全像片 這只是用電腦去算而已 假如我們真的需要電腦全像片的話 需要全像片 那我們怎麼辦呢 可是我們看到說 我們算出來的是一個負數 負數 這個Hologram是一個complex 它是complex 那有amplitude 有face 那怎麼辦呢 所以真正講的話 我們是這樣的 是amplitude 就是amplitude又是黑白 黑白啊 那麼小 如果這很小的地方 就表示透光很弱 就很黑的意思 很黑的話 那穿過去光線就很少 就被吸收掉了 是黑白的 那這個是相位啊 這是face 相位 那怎麼做相位呢 相位就麻煩啦 如果你做實驗 那可能要用玻璃的厚跟薄去代表相位 那就麻煩啊 你用做IC的方法 去etching 把一個玻璃啊 把它腐蝕厚一點 剩下薄一點 那相位就少一點 對不對 然後如果厚一點 相位就多一點 可是這個相位算出來是很複雜 很多數字啊 所以你這個相位很難做啊 很難做 所以實際上的這個Hologram 就行不通的 就是我們真的怎麼做呢 這是計算出來的啊 這算出來是一個complex 那我們真正怎麼做 這個就沒辦法做 所以有什麼方法 因為我們真正能夠 因為這個檔案是在電腦裡面啊 那電腦裡面的檔案 如果要變成一張圖形的話 我們怎麼做 一定是第一 對不對 從這個 這是computer file 對不對 你們算出來一定是電腦一個檔案嘛 那要變成一個全相片 就要把它做出來啊 所以電腦能夠做什麼事呢 第一個 printer 電腦只能去控制printer給它畫一畫 那就黑白的啊 對不對 或者是plot 用畫圖 廢圖機去畫 plot 畫出來也是黑白的啊 你說彩色 彩色也是黑白的啊 黑白的意思啊 沒有辦法產生這些complex的東西啊 所以在檔案裡面是有 你會算 檔案裡面是會算 算出來是沒有錯 是 你都對 但是它是complex 就是說 即使你在這邊 結果說出來 你能夠忽略存縫 又忽略存縫 又回到原來的影像 表示你算都算對 你這算的結果 函數都對 可是這些都在電腦裡面 你拿不出來啊 你用print plot一畫 都是什麼 都是binary 大部分 你很難畫出灰階的 binary pattern 不只是binary 大部分是binary 很少灰階 灰階不太容易 大部分是binary 而且它是 黑白的而已啊 它沒有辦法畫相位啊 的這種amplitude 只是黑白的這種圖案 沒有辦法畫相位 所以意思就是說 所以意思就是說 縱使我們程式 會算這個computer hologram 我們也拿不到 因為那你算出來 只是在電腦裡面的檔案而已 你還是拿不到全相片 所以變成說 這是一個問題 那怎麼樣做呢 因為它只能用print proto去畫 好 所以我們要想一個辦法 想一個辦法 讓 用print plot也好 它雖然只是畫出 binary的黑白圖形 它也能夠代表complex 我們想一個辦法 這個叫做encoding 編碼 所以 encoding意思就是說 好 你現在這是complex number 對不對 把這個complex number 或者function 把這個complex function把它變成 把它變成 把它變成 很高點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我們想一個辦法 把這個complex這個函數呢 我們只要用finary的東西 就可以把它表示出來 在空間裡面 用binary圖形 就可以表示一個complex函數 這叫encoding 那有很多方法 很多方法 那其中最有創意的就是說 最original發明的 最早發明的 叫detour phase 這位先生呢 他在1996幾年呢 IBM工作 然後有一個Berkeley的大學生 暑假去IBM打工啊 工讀啊 然後跟著Roman做暑假專題 Roman給他一個專題 做這個東西 所以他就畫了一個暑假 做了一個computer hologram 做了一個computer hologram 全世界第一個computer hologram 全世界第一個computer hologram 全世界第一個computer hologram 那在Roman在五年前 Professor Roman 80歲的時候 做生日的時候 他們把那個第一張Hologram 當時用手畫的 留下來 送給他當生日禮物 這個是叫做detour phase detour phase 你知道嗎 我們在馬路啊 有沒有 我們馬路 有時候你在走馬路的時候 有沒有 前面在施工啊 你就不能過啊 不能過怎麼辦呢 你就要繞過去啊 這叫detour 所以你到國外啊 你看到那個路旁有一個路標 叫detour 你就知道前面在施工了 叫你繞到 不能再繼續往前走 detour 所以他把這個detour的觀念 用到這個上面 覺得很好玩 那很有趣的就是 就是Professor Roman 他有寫了一本書 叫Opt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很厚的一本書 教科書 光資訊處理 都是他的講義 那麼很好玩的就是 他整本書裡面呢 都沒有在講computer hologram 然後他最重要的發明是computer hologram 然後他的書裡面 當時他覺得這只是一個專題 他沒有覺得說有什麼重要性啊 有什麼特別啊 他不覺得有什麼特別了不起 只是一個大學生的專題 讓大學生做練習 算一些sampling啊 和Fullier Transform 他覺得沒什麼特別了不起 可是沒想到 其實這個東西 因為當時電腦 1960年代電腦不發達 到現在電腦很發達 所以就發現 computer hologram 現在很厲害 用在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 所以在他的書裡面 他沒有特別去講這些東西 不過那反而是他最重要的發明 所以有時候科學的發展很有趣 那他的觀念是什麼 就是你怎麼樣 你有沒有想到 就是我們怎麼來表示一個函數 用空間的圖形 就是空間 這個空間的圖形 這個是空間的函數 空間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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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complex 這個如果畫出來是空間 就是說 好 是空間 是一個Hologram 有沒有 XY XY 就是Hologram 然後問題是說 這一點 它可能很亮 或者很暗 對不對 然後這一點有一個face 有amplitude 有face 有沒有 有amplitude 有face 那怎麼樣 你畫不出來 因為face畫不出來 那amplitude可以畫出來對不對 你有沒有想到什麼方法 可以代表amplitude 光穿過去以後 怎麼樣代表amplitude 因為你用平面坡照過去啊 那現在這一塊 這一塊圖形 要代表amplitude 要怎麼代表 你說用黑白對不對 黑白 可是我們的printer 只能畫出binary啊 如果你的amplitude有 有1 有2 有3 有4 有5 6 7 8 9 10 假設有11 12 假設你的amplitude 這可能是1 這可能是8 這可能是10 對不對 6 5 2 4 11 比如說是這樣 amplitude 我們怎麼表示它呢 我們printer只能畫出亮暗啊 沒有辦法畫出 1啊 8啊 11啊 這個printer畫不出來啊 你看我們的 printer差不多是黑白的嘛 你很難畫出灰階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表示這些數字的時候 怎麼辦呢 printer怎麼弄呢 只能畫出binary 用binary的東西 如何表示1跟10呢 就是亮或者暗而已啊 那怎麼表示1 怎麼表示10呢 其實我們的印刷就是用這種方法 印刷也是用一點一點去印的嘛 那印刷是怎麼樣 密度很濃很高的地方就是黑的嘛 密度很鬆的地方就是亮的嘛 所以它就用這種觀念 就是說 你怎麼表示amplitude是10跟1呢 可是你的只有亮暗兩種 那在印刷裡面的話 這個暗的地方就是很多黑點打在一起嘛 那亮的地方就是黑點少一點 酥一點 密度酥一點 那在這裡的話呢 怎麼表示amplitude呢 它就 射一個 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sampling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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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是 這個位置是4 amplitude是4 那 那這個位置 怎麼表示amplitude等於4 怎麼表示呢 print只能畫出黑白的 那怎麼表示4 怎麼樣 在這個 表示這個 這一點就是這一點 這一點就是這一點 怎麼表示4 或者怎麼表示1呢 那print只能畫出黑白而已 那它的想法是這樣 剛剛有講的 很像那個印刷這樣 就 如果是amplitude大的話 就開口開大一點 光透過去多一點 所以print就畫黑的嘛 所以print就畫一個 在這上面呢 在這個上面 在這個上面 就畫一個 就 開口 開口 print能夠畫黑的嘛 所以呢 print就把這個 就把它畫黑的啊 都不會透光啊 print的頭當然要比這個還要細 print的頭必須比這個細 所以 這個呢 通常給它畫黑的嘛 反正print只能畫黑的 就畫 整個都把它畫黑的 但是這個地方 就留一個開口 然後呢 如果是4 開口開這麼大 如果是1呢 就開口開1分之1就好啦 如果是10的話 就開口開大一點啦 面積大一點啦 所以 所以這個idea是比較容易了解 就是說 你要做的話 你就用 opening 所以呢 所以它的方法就是 怎麼做呢 就是 或者是 P P Position X Y 或者是 P Delta X Q Delta Y SET SET UNIT SELL 就畫一個 一個 SELL 一個單元就對 畫一個單元 那這個單元的話 用print去畫都是黑的 不過呢 它有留下一個東西 print print或者plot 畫的都是黑的 這個裡面都是黑的 不過呢 第一個 它的留一個開孔 整個都畫黑的 對不對 不過呢 有一個洞 就是 opening area 假設這個 這個寬度呢 這個寬度 叫做W Y 然後 這個寬度 叫做 W X 這個 W X W Y呢 這個面積呢 就把它讓它等於這個 amplitude 就把它等於 就讓它等於 所以 所以你如果算出來啊 這一點的值很大 那你這個面積就跟它開大一點嘛 假如是 很大 你就整個都來亮 讓它透光啊 比如說是這樣子 當然呢 這個 這個有一個單位的轉換 這個數字 這只是寫一個等於的意思 你要必須把它normalize 因為 因為 這個是 就是說你 因為這個算出來是一個數字 數字 那數字 我們現在變成面積啊 所以這其實也是一個數字而已啦 不是真正的面積啦 你自己要去轉換 然後這是amplitude 沒問題 但是相位怎麼辦呢 face 第二個 face怎麼辦 face怎麼辦呢 face 因為你只能畫黑白啊 那相位怎麼辦呢 這個 這個相位呢 這有一個相位啊 怎麼辦呢 它就靠 靠這個開孔的位置 靠這個開孔的位置 這個 這個有一個位置 這個開孔的位置 叫做delta 叫x 它這個左右的移動 靠開孔左右移動 x pq q 那這個face呢 face它是靠什麼呢 adjust achieved 它就靠 那個開孔的位置 它就讓這個開孔左右的移動 打到不同位置 代表不同的相位 這叫detour face 這個就是 這就是detour face 那為什麼說位置會代表相位呢 位置怎麼代表相位呢 左右移動怎麼會代表相位呢 它是這樣的 把它畫出來 x軸畫的畫 我們不是有一格一格嗎 就是一格 比如說一格 還有一格 這個 就是delta x 這一格就是delta x 那我們的開孔呢 就在某一個位置 開孔在某一個位置 所以 所以 所以假設我們的開孔在 我們講在這裡 其他都是黑的 開孔就在這裡 這一個開孔 寬度就是wx wx 這個開孔 那為什麼這個開孔 我們說左右移動 就在這裡就是上下移動 這怎麼代表相位呢 因為我們照它的光 是平面坡有斜一個角度入射的 就是我們hologram重建的時候 所以computer hologram重建 跟我們一般hologram重建 其實很像 我們重建的光有一個角度入射 那這邊就有一個角度入射 這角度叫做sita sita 就是hologram 那我們重建光是有一個角度入射 這角度入射的話 因為角度入射 對啊 所以它的po錢是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po錢 那這個上面的相位就不一樣了 每個位置相位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是u p 就是說illumination 因為平面坡有一個角度入射 所以這個po就寫成這個形式 所以在x上面 在這個上面 平面坡是這樣的話 所以x不同的位置就代表不同的相位 因為你是平面坡這樣入射 這是一個po錢 這是一個po錢 明明相位不一樣 所以你這個開孔 開到不同的位置就代表不同的相位 那我們一般我們就設它一個角度 我們設計一個角度 我們就let 光從這裡到這裡 就假設它是兩拍 所以一個sale是兩拍 就是說從這裡移動到這裡是兩拍 所以是0 然後移動到這裡是拍 移動到這邊是兩拍 所以用不同的位置就代表不同的相位 就是說這個開孔從這裡移動到這裡是兩拍 那我可以調整角度 所以可以調整角度 使得 我們可以做到這樣 就是你移動 從這裡移動到這裡就是兩拍 那就看你這個開孔在什麼位置 開孔在什麼位置 如果我們從這裡算起的話 那這個可以 這個位置 這個中心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delta x 所以 我們從這裡 delta x p q 這個相位我們就可以寫出來 除以 delta x 乘以兩拍 因為 從這裡跑到這裡算是兩拍的話 那看它的位置在哪裡 就是等於 5p 所以這就完成了 就告訴我們說 告訴我們說 我們可以利用print來做computer hologram 你只要在print 叫print畫 畫黑的 然後讓這個開孔開在不同的位置 就代表相位 所以對這個pq這個位置的開孔要開在哪裡 那就看pq那個位置的相位 如果這個相位是0的話 那這個就等於0 你就把這個開孔 開孔就給它開在這裡 如果pq那個位置的相位是pi的話 你就把這個開孔開到中間 所以相位就有了 然後大小呢 就看我們算出來的amplage有多少 通常我們這個是會固定一個 因為這個開孔要來移動相位 所以通常我們的x方向的開孔是固定的 固定的 因為這樣你才可以代表相位 所以通常我們是fix 所以wx我們通常是fix 通常是固定的 你就開那麼大然後移動 然後面積我就靠長短 所以wy呢是adjustable 它是可以調的 就可以改變啊 所以你就可以改變 然後來得到那個amplitude to fit 所以就這樣就完成hologram 所以就這樣可以做啦 所以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會算這個 然後你回去 然後你再把這個帶進去 這個 這個 你就可以顯示出 所以你就可以做這個 這個 如果說你去算 然後你再把這個帶進去的話 你就可以畫出一張全相片來 然後你把那全相片拿來 電腦print 畫一畫 然後拿去實驗室用光一照 就會顯示出這個圖形來 這是很好玩的 你可以把它畫出來 用光學去重建 那我們也可以用數學去證明它 也可以用數學去證明它 所以證明它就是說 你這樣做呢 真的可以得到原來的東西 那我們怎麼證明呢 因為這樣的話 這一個元素我們就可以畫出來 可以寫出來 對啊 因為我們這樣設計它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 畫出來 你如果這樣去做這個 用這樣去 讓print去畫出來的話 那個位置的透光 你就可以寫出來 就是 這個位置的透光函數 你就可以寫出來 因為它的開口是一個長方形 所以x方向 y方向我們可以寫出來 x方向 寬度是wx 那位置呢 就是 對不對 對 這個位置 開口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y方向呢 寬度是y 然後y 剪掉 這就是 我們的全相片 它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 一個長方形的開口 其他地方不透光 那麼 如果amplitude越大呢 那 y的就越大 開口就越大 然後 相位呢 就由這個來調整 相位 所以整個 整個 你就可以畫出來 畫一個全相片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全相片呢 有沒有 現在我們的全相片 全部是實數 沒有虛數 沒有虛數 全部實數耶 可是我們的算出來的全相片 變成complex 現在我們畫出來的全相片是實數 所以你們可以去證明 證明就是說 把這個東西 Fullier 把它Fullier transform 把這個拿去Fullier transform 算一算 然後把我們這些 把這些條件呢 把它弄弄進去 你發現 最後就等於我們算的東西 最後會發現 最後會發現 最後你會發現 發現 得到的這個 圖形呢 F 就是等於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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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lier 你會發現 會發現說 從這個去做Fullier transform 得到的呢 和我們 剛才從我們 我們那個用 推導出來算的 全相片 去做Fullier transform 重建出來的 是一樣的東西 你發現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我們有 諸如此類的條件 所以這也是可以驗證的 這可以驗證說 我們做的全相片也是對的 就是我們前面這樣 這些條件做出來 這個實數 用實數的圖形 去代表虛數的函數 complex的函數 所以它 因為最後 它們重建的那個影像 是一模一樣的 當然這裡必須要那個 要乘以一個 這個地方 應該乘以 好 好 對不起 就是說 它不是直接拿這個 去Fullier transform 是去重建它 因為我們是用 用這個光波 用光波去重建它 所以 用這個光波去造這個全相片 然後用做Fullier transform 輸來的結果 跟我們剛才把這個Fullier的函數 去做Fullier transform 還原出來 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就是說 數學上也證明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你當然 這是我們從物理上去構想它 你可以做實驗 去光學實驗做 去做它 所以 這個是 這是 我們電腦全相片 整個原理 是這樣一個觀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幾個觀念 一個是Sampling Fullier transform Sampling 然後再來就是Detour phase 把Complex變成 能夠用Binary的Amplitude 去實現它 在Fullier transform這邊來看的話 其實大部分在相位 那Amplitude不那麼重要 所以呢 最後呢 這個Kenoform 它就說 那我們來一個做法 我們的做法就是 做法就是 我們Amplitude全部設為相等的 都是1 但是 相位就是保留 所以靠相位的資訊 來顯示影像的資訊 當然這是 會捨掉一部分的資訊 可是 這樣的結果 可以造成一個 繞色效率非常高的 因為都只有相位 沒有Amplitude 繞色效率很高的 這個Hologram 這是一個 Kenoform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像這邊是 再構想一下 就是說 我們這個 computer hologram 有沒有什麼用途 因為很多用途 剛剛前面就講就是說 因為它的物體可以是用電腦產生的 所以它可以產生標準的物體 標準物體的Hologram 然後你實際上做東西的話 做出來如果有誤差 有變形 就可以檢驗出來 所以做檢測是不錯 這是另外一種想法 這是另外一種用途 好 就是說 用在投影 想要用在投影系統 就是 我們一般的投影機 對不對 這邊 這邊是顯示 就像我們這個顯示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投影機 所以這有一個 有些透鏡 對不對 鏡頭啊 有鏡頭 然後 把影像把它投影出來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 投影器 投影機 那如果你要放到不同的位置的話 要不同的放大率的話 你就必須調這個鏡頭對不對 這個鏡頭就必須有一個Zoom 才能夠去調整這個影像的大小啊 遠近啊 那我們是在想說 你可不可以借重Foreo Optics的觀念 就是說 原廠的繞射 你看這裡沒有鏡頭 原廠繞射 原廠繞射 如果你這裡是Foreo Foreo Hologram 比如說Foreo Hologram 那你原廠呢 原廠就相當於Foreo Transform 所以這樣的話 也就是說 你如果到原廠繞射以後 它就會成像啦 那它這個原廠繞射的話 隨著距離 你如果說距離更遠的話 比如說距離在這裡 那麼 因為這裡是 這個的Foreo Transform 所以它有成像啦 如果你站遠一點的話 站遠一點的話 那它的Foreo 它還是Foreo Transform 不過它比較大 所以影像就大一點 如果站更遠的話 它又更大 所以這樣的話 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說 不用鏡頭啊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用距離就可以調 有沒有 你站遠一點 就看大的像 站近一點 就看比較小的像 就不用這個鏡頭 所以這是利用Foreo Optics的觀念 那你一般的話 這是像 像要成像 所以就必須要Zoom 那麼這裡呢 這就不是像 這個是Foreo Transform Foreo Transform 那這個就是說 我們可以造一個Hologon 如果我們造一個Foreo hologon 在這裡 那 那這邊就可以得到 不需要 成像 投影鏡頭的 可調影像大小的投影系統 所以這是想法 就是利用Foreo hologon 所以就做一個Foreo hologon 那做的方法 就是剛剛跟各位講 就是叫 它叫做 Kino Form Kino Form Kino Form就是說 好 我們現在 我們的目標是這個影像 所以我們要做Foreo Transform 對不對 我們要做Foreo Transform 這就是我們的 Computer hologram Computer hologram 可是我們現在這個Hologram 我們本來這邊已經算出來了 Computer hologram可以算出來 可以用Deture Face去做它 但是如果用Deture Face 我們剛才講 它的光的效力很差 所以我們不想用Deture Face 算出來之後 不要用Deture Face去實現它 我把Amplitude都是起1 那Amplitude起1的話 那就是不對啦 不對啦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Amplitude都令它為1的Hologram 那Hologram顯然是不對嘛 不對我們就把它 Inverse回來 重建影像 看差多少 如果差很多 如果差不多 那就OK啦 那沒關係啊 我剛才講 大部分的Information都在Face 所以 所以如果 這影像跟這影像差不多 這影像跟影像差不多 那就OK啦 假如是這個影像 跟這影像差太多 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把 這一個 這一個影像的Amplitude 因為是Amplitude弄壞掉了嘛 所以把Amplitude 把原來目標的Amplitude 來取代這個 重建影像的Amplitude 然後再放進去算Follow管 就是這樣一直算 算到最後 正確為止 利用這樣的方法 這個叫 就是利用這種Iteration Iteration The Fourier Transform的Iteration 所以 把我們的影像 影像先把它Fullier 過去以後 Amplitude都是取相等的 然後把它Inverse回來 只保留Face的影像 如果 重建影像不對的話 我們再把Amplitude更正以後 重新再來算Hologram 一直到最後這個Hologram就會算出來 所以 講起來就是這樣一個idea 這是Kinophone idea 所以這就是影像啊 影像那就是算出來的 這個是經過 這個是重建出來的 這就是這些計算 所以這個我想 所以這個就是目標的影像 然後這是重建的 所以你們回去也可以去把這個消灰啊 你拿去算一算啊 算一算 然後 然後 然後你用 用程式再算一算 看會不會回到這裡來 如果會回到這裡 如果會回到這裡 Fullier一次 對不對 去算DFT 然後再DFT再算一次 看會不會回到這裡 會 那就對了 那麼這個呢 同學呢 這個同學是 把這個東西 算成DFT之後 把它顯示在顯示器上面 就是它有做 有光學同鑑 就是把那個Hologram 拿去做光學 那做光學的話 本來是 你是算這個東西 對不對 但是剛剛我們講說 我們不是detour phase 所以它算出Hologram 以後啊 它沒有拿去做那個光學 它拿去做什麼 它就有相位 有沒有 這樣就算出來 都是相位 amplit都是1 但是都是相位 所以它把算出來的結果呢 就放在一個顯示器上面 那個顯示器只會顯示相位 不會顯示正弗 那個顯示器 那個液晶顯示器 就特別的液晶顯示器 它只會顯示相位 所以你給它不同的電流 或者電壓 你給它不同電壓的話 那麼那個位置的相位就不一樣 它只會顯示相位 所以你看出來 你看不到影像 影像是整片的亮度是一樣 可是相位不一樣 就是一個特別的液晶顯示器 所以就顯示相位 那那個相位呢 用光去照它 Fulia transform 以後就變成這樣 這表示說 這樣就表示說 這可以做 可以用Fulia hologram去重建影像 那麼這在研究 他研究這個 怎麼改進這些相的品質 這研究改進的 我想這就不管了 所以現在就是說 我們可以重建影像對不對 可不可以照我們講的 就是要原廠繞設啊 那就不用透鏡啊 對不對 你改變這個距離就可以了 然後就去看一下我們能不能 就發現 我們的這個液晶顯示器呢 一個pixel是20micron 20micron 那麼這個相呢 是100x100個pixel 100x100個pixel 所以如果去算一下 這個原廠繞設 要多遠以後才會延長繞設 發現要480公尺 所以你的投影機要投到480公尺以後 才會延長繞設 所以表示說 這樣就不行啦 不行 那如果要能夠用的話呢 就必須你可以看到 這個要小 所以這個液晶顯示器要很小才可以 要夠小 液晶顯示器要夠小 那所以這跟距離的平方成正比啊 所以如果你要 比如說 100倍 假如這個是4.8公尺就是100倍嘛 距離的平方 那這個要縮小 縮小10倍嘛 所以液晶的這種pixel 就要2micron 2micron才有可能是4公尺 如果要更小的話 那可能要1micron 1micron 4分之1嘛 就1公尺 所以如果你要在1公尺的位置 就是說你要在1公尺的位置 看這個原廠繞設的話 那這個液晶顯示器的這個pixel 這個畫素只能夠1micron 現在沒辦法做 現在液晶顯示器的話 都沒辦法做1micron那麼小 我們都買不到 至少都是20micron以上 所以意思就是說 用目前的液晶顯示器 沒有辦法做這種原廠投影機 沒辦法做 原廠投影機原理是可以的 可是目前的液晶顯示器 沒有辦法做 因為它畫素太大 但你可以用computer後腦這個觀念 來做這件事情 這個液晶投影機 這個液晶的顯示器太大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把它縮小 利用透鏡把液晶把它縮小 縮小成10倍 利用利用把它縮小 所以要10倍以後就是4.8倍 剛才講 那距離就縮小100倍 所以你可以看原廠的地方 看它的成像 另外一個就是 所以再把它縮小一次 再把它成像一次 那液晶顯示板 液晶顯示板 所以雷射就這樣照過來 照到這個 這個L-Coast L-Coast 就是液晶顯示器 所以電腦就把computer hologram 輸入 把電腦 從computer hologram 算好以後 輸入到這個L-Coast 那每一點的相位 就靠這上面的電壓 來控制上面的相位 然後顯示器在這裡 然後雷射從這邊打過來 打過來以後 噴到液晶顯示器以後 反射回來 然後這個就是FURIO透鏡 FURIO準狀 然後就縮小了 然後又選擇更小的透鏡的話 讓這個距離是1.5米 這1.5米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原廠繞設的地方 所以你設計了computer hologram 輸入放在這裡 你這裡就可以看到影像 焦中的焦 這是二元的 Binary的影像 亮暗 是重建出來的影像 焦大 大 你可以看到 這邊 剛剛我們講的 有沒有 說 我們把它FURIO transform以後 取向 我們把amplit當作1 那不對的話回去要重新算 你看這算了多少次呢 算了108次 它就得到比較正確的影像 這邊是算了115次 這是兩種不同的計算的方法 算100多次 所以電腦速度就要夠快 也算出來 然後剛才那個是Binary 然後呢 computer hologram也可以做灰階的 灰階的但是不同的 你可以看到 這個灰階是0 3分之1 3分之2 1 強度 這個幾乎分不出來 灰階的影像不好做 灰階的影像不好做 Pixel number要夠多 Pixel number要夠多 然後 那個相位的那個量要夠多 相位就是說你分成幾階 那個要夠多 才有辦法灰階 這就是灰階影像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灰階影像 不過看不太出來有沒有 看不太出來有沒有 可是因為它只有40bit乘40bit 所以這個很難看 灰階還是8階 8階 8階是3個bit 3個bit 分不太出來有沒有 就是亮跟暗 這影像也不是很清楚 因為40個bit而已 這邊只有40個Pixel 40個Pixel 所以就很難 這個是天價品大樓 你知道有沒有 這個 就是這個 這是哆啦A夢 哆啦A夢 是原始的像 是原始的像 但是這個 因為這個用40 40乘以40個Pixel 它表示看不太清楚 你像的效果還是不太好 你至少要100乘100以上 所以圖像才看得出來 這個是天價品大樓 這個大樓的照片 你看 用40bit乘40bit 也是 如果沒有跟你講的話 可能你不知道這是什麼 跟你說的話 你還可以想像說 有點像喔 這個大樓 你看 對 好 因為這是灰階 亮的地方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他灰階的地方 就看不太清楚 可以做 但Pixel number太少了 這講光學效率 這個 這個是很簡單的影像 有沒有 這個是什麼 是功夫貓啊 功夫貓還是功夫熊 就是說 你看它這個就是 原始的圖案 輸入電腦 然後電腦算成電腦弦像片 然後把電腦弦像片 Display出來 就可以成像變成這樣 所以表示說 你用Computer hologram 可以做成real-time的投影 這個是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是什麼意思 知道嗎 你來說就是在end OK 這意思就是說 剛才那個東西啊 剛剛那個東西就是這樣 剛剛那個東西就是這樣 就是 我們有一個 那一段影片 影片 影片 從電腦裡面 算成Computer hologram 然後 輸入到這裡 然後這邊就照出去 然後在那裡 所以剛才看到那個影片 就是在這邊錄影 就是說 Computer hologram 可以把影片 把它顯示出來 那你說 看看影像效果好像不怎麼好啊 你為什麼不直接把那個影片 就顯示出來投影出去呢 有沒有 那剛剛講的 原因就是說 我們不想直接投影出去的原因是 是我們希望用Computer hologram 把影像投到空間裡去 那你說 那效果又看起來不怎麼好 你為什麼要研究這個東西呢 因為 如果你直接把影片 顯示在這裡投影出去 那就像這個 像這樣一個 裡面的顯示 可是我現在把它算成Computer hologram以後 成Computer hologram以後 我這個投影出去呢 我就可以算它的不同的距離的參數 那什麼意思呢 我可能有兩個攝影機 兩個攝影機呢 攝影這個東西 或者說我這個東西是一個立體的東西 這個3D的東西呢 那我們把它掃描出來以後 我知道我這個3D 我是切成不同的平面 切不同的平面 所以不同深度的影像呢 我用時間的關係呢 投影到空間 投影到 我在算Computer hologram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 我現在切的是哪一個距離的這個影像 然後哪第二個距離的影像 第三個距離的影像 所以那個距離我已經算在Computer hologram裡面 然後現在投影出去的時候 投影出去的時候 我不同的距離的影像 是投影到不同的平面的位置 那這個投影速度如果夠快的話 你就會看到立體的影像 所以那個目的在這裡 所以就是說 其實最原始的目的 是想要做3D的Display 因為你們看過那個 我們是很多年前看過 你們可能對你們來講是老片子 星際大戰有沒有 Star Wars 有投影出來的那個人 有沒有 當然那個不是用Hologram 它那個是用投影機投影的 但是如果要用Hologram做的話 那麼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立體的東西 用Computer hologram算好以後 你不同的深度的影像 就利用Computer hologram 要投影到不同的深度 然後因為速度夠快 所以你眼睛看到那個東西 有時候組合起來 就變成一個立體的像 所以原來的做法是 有一點ambition 不過同學最後 就說把這個原則 一個平面的顯示 demo完畢 時間就到了 沒有時間demo 好幾個切面的影像 它沒有時間demo 所以這是原來的目的 不過至少 就是說可以表示說 可以real time real time來投影 所以我想大概就是 就這樣子 就是說 Computer hologram 它其實有很多用途 那麼現在因為電腦的速度很快 電腦速度很快 所以做這種顯示器 我想是可以去思考 就是可以去思考 怎麼樣把你的顯示 投影到空中 或者投影成3D的這種結構 我想這個有這種 就是說可以把這種影像 透過這個Hologram 而做一些處理 做不同的顯示方法 所以我想這個可以值得考慮的 OK 今天我們這個課呢 就講到這裡